我拿手机要跑哪去了 你手机在你那里 我也没拿你手机 你找我干嘛 快教出来 我没拿你手机 那你放哪去了 不是你的手机在找我 你来问我 你在动我吗 那我哪做你放哪 我不找你 我找谁 这个家就我们两个人现在 你年纪大了知道吧 有些事是糊里糊涂的 你想清楚放在哪里了 再来说 再来心思问罪 在沙发上的你是不是收钱了 我再去看一下 什么手机啊 哪个啊 你那么多手机 我就是那个工作手机 哦 到哪去了 就是听到父亲那个手机 哎呀 就在那个沙发 那个缝隙里面自己去拿就行了 等一下 干嘛 我这个手机里面怎么又扫钱了呀 啊 你自己花掉的呗 这个东西扫钱的问我干嘛 我自己花掉啊 嗯 是五块钱是十块钱吗 啊 是五千块啊 我今天早上我起来 我花了五千块钱 我花到哪去了 那我不知道你 你把我回一下 嗯 还把我信息删了吗 啊 要不是我刚刚交话费 我跟你说啊 我都看不到少了那么多 知道吧 嗯 妈说的 拿到五千块钱又偷偷张我 五千块钱干嘛 啊 没钱 没钱啊 才多久啊 几个小时的时间不到 嗯 又没了 没了呀 我我跟你讲啊 这个钱呢 就当是你欠我的 我欠 因为呢 你别打岔 我给你还了大半年的房 但你也没还我那个钱 你都说了房子是你的 谁是你的名字 是吧 所以说这不应该叫我来还 你就应该把欠我这个钱还给我 但是你没有还 啊 还有 刚结婚那会儿你借了我八千五百块钱 那个钱是吧 你也没还给我 对不对 你一点一点的不还 一直拖一直拖 一年 一年又一年拖下去 我告诉你 我只能采取我自己的措施 我采取我的方法就要回来 知道不 我一点一点的要回来 你老是扯这些成年往事啊 成年往事怎么了 我想问一下啊 欠别人的钱 你是说成年往事不能扯了 是吧 这些事当时没发生过 是吗 不要跟我说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跟我说 打个什么感情牌 到了你这里啊 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的借口都出来了 是吧 啊 到我那里的时候吗 哎呀真的是啊 跟个仇人似的 算得比谁都清楚 知道吗 我告诉你吧 那我给你年纪的行李不算 那怎么样呢 那我给你年纪的行李不算 那我给你年纪的行李不算 我怎么算呢 我嫁给了你 我为什么算这种东西呢 对不对 我不想跟你扯远了 你就想在这里转移话题 又开始心思问罪了 你把这五千块钱还给我 我没钱 我说了 我已经拿钱了 就给别人去了 给别人去了 给谁了 什么 给谁了 给哪个 哎呀 我之前不是还欠了一些外债吗 我拿去还给人家去了呀 小姐妹拿我的钱去还债啊 那肯定啦 我用你同意吗 那我既然有这个本事拿这个钱 对吧 那我肯定是有权利去决定他 怎么花怎么花掉他 对不对 再者说了 你看最近不很清闲了吗 很清静了吗 都没什么人来打扰我们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钱呢 不还给我 是吧 以后的话呢 如果是分开就从你那钱里面扣 好吧 随便你分啊 随便你扣 你爱怎么扣呢 就怎么扣 反正呢分不分呢 我说了算 扣不扣呢也是我说了算 你现在说再多都没用 我这个钱是要用来还房贷给儿子交学费的 你不要整天扯什么房贷 不是房贷的 你一直房贷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个东西说白了 那你的外面跟我有关系吗 是没关系啊 所以说呢 但是你欠我钱的呀 对吧你赖账不还了 那我只能采取我自己的方法去要回来 对不对 你这不是要 你这叫是吧 我怎么说呢 无分之取 切啊 知道没有啊 偷偷的转走的 你想让你这个性质啊 非常的恶劣 所以呢 还回来呀 没钱我已经还给人家了 人家呢是吧 我现在已经还钱给别人了 别人呢是不会再来我们这里了 来吵来闹了 放心吧啊 没不误吵不闹 你欠的钱多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啊 你不要在这里给我来这一套 我是吧 稍微不注意啊 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 是吧 没办法呀 谁让你这个人那么抠呢 是吧 我只能是吧 这想办法了 我知道什么 这叫自取 这叫有头脑知道不 你笨你怪谁呀 这个东西 行了行了 不要总说话了 反正呢是吧 钱呢我已经你已经拿了 我已经还给别人了 你爱怎么样呢 就怎么样吧 要钱没有啊 随便你的